直击哈尼不济形象大口爬击,十分瀑布放天灯预告回归。 穷油豪华团录影,图记者陈雅兰社,2018年3月11日。 韩国综艺节目穷油豪华团9日来台录影,今11日进入拍摄第三天, 主持人朴明珠、金生民、朴拿来、郑俊英及嘉宾哈尼等人一早在台北吃饱喝足后, 到板桥搭乘火车前往十分瀑布欣赏风景,放天灯,一路上不少韩国旅客认出, 只喊,天啊!是Exit的哈尼!人气不容小觑。 朴明珠、金生民、朴拿来、郑俊英及哈尼搭火车至瑞芳换区间车, 下车时金生民发现车票不见,被其他艺人小店翻, 一过人陪他重买车票后,在搭乘区间车前往十分站, 一行人一上火车立刻入睡,到战时朴明珠赶紧把大家叫起, 生怕错过战,而哈尼,郑俊英一下火车见到满天天灯, 则是兴奋不已,金石分瀑布满是人潮,也有不少韩国观光客, 路人见到哈尼后,纷纷惊喊,天啊!是Exit的哈尼! 是现在韩国最红的团体也让现场一阵暴动 《穷牛豪华团录影》,图记者陈雅蓝社,2018年3月11日, 《穷牛豪华团录影》,图记者陈雅蓝社,2018年3月11日, 《穷牛豪华团游戏规则》是采经济实惠方式到各国旅游, 每天由不同主持人规划行程,其他人遵照行程游玩, 近一天轮到朴明珠策划,在徒步前往欣赏瀑布时, 五位艺人玩性大发直接坐上摇篮椅, 但因坐不下,朴明珠就一旁推椅子,并逗去说, 我平常帮忙做这些事要收费的,今天就免费帮大家推吧, 惹得大家尖叫不已。 朴明珠带大家到瀑布后,锦泽的尽情解说, 也因为风景太美,除了一人自己合照留念, 其他工作人员也抓紧空档拍照。 在全部景点采点完毕后,他们买了花生冰淇淋,鸡翅包饭, 直接坐在椅子上开吃,哈你也不顾形象的大口爬鸡,超级豪卖。 穷油豪华团录影,图记者陈雅兰社, 2018年3月11日, 吃饱喝足后,他们起身准备去放天灯, 五人共买了两个天灯,除了祈祷健康平安, 哈你与郑菌英也在天灯上透露回归顺利, 让不少粉丝惊喜又期待。 他们写完愿望后,商店年迈的阿摩老板出来跟他们致谢, 说祝韩文,谢谢你们。 模样可爱逗趣,让哈你平鞠躬回归。 哈你,左,郑菌英看到电灯超兴奋, 图记者陈雅兰社, 2018年3月11日, 穷油豪华团录影,放天灯祈福。 图记者陈雅兰社, 2018年3月11日,